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我是宁静 由于台风杜苏锐重创北京城 中共为了保北京 下令周边地区泄洪保北京 因此给周边地区造成了一发不可收拾的人道灾难 但这波台风引起的灾难在河北等地还没结束 现在又影响至东北 黑龙江多地暴雨成灾 庄稼泡水受灾严重 连接哈尔滨与牡丹江的高速公路塌陷 有经过的车辆直接栽入塌陷的巧妙凹洞 从8月2日起 黑龙江 哈尔滨 牡丹江 齐齐哈尔等多地 出现了强降雨 局部地区暴雨 强降雨使得以出产大米著称的 哈尔滨武昌市灾情严重 8月3日暴雨引发洪水 导致武昌多个村镇被淹 武昌市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食基地 也是全国水稻五强县之一 知名的武昌大米便产自这里 武昌一水库8月2日通知泄洪 此次受泄洪影响的区域 正是武昌稻花香大米的原产地和主产区 视频显示洪水涨势迅猛市区被淹 农村大量稻田也被淹 地势较低的村屯已漫入洪水 村民正在撤离 有农户发视频说大水已经进屯子了 进屋了 大棚全冲毁了 大片的装机地也被淹了 当下稻子刚愁碎 今年大米产量将受到影响 黑龙江 哈尔滨上至部分地区也暴雨撑灾 网上视频显示部分地区积水淹过房顶 羊被困在房顶不敢动弹 猪下水游泳自救 当地还将多辆卡车投入河道 封堵地口 司机们在最后一刻跳车逃生 据黑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公司消息 三日早八十五十分许 受大雨天气影响 哈姆告诉牡丹江至哈尔滨方向 253公里处蚂蚁河桥头搭板 因山洪冲刷脱落 有车辆从坍塌处坠落河内 而就在刚刚大陆媒体网易视频显示 黑龙江 牡丹江连续暴雨 房子都被大水冲走了 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有露出一节房顶的平房 正在顺水快速漂流 视频中的人说 房子都被冲没了 平房都冲没了 那是一个林场 牛什么玩意都没了 车全冲跑了 一楼已经进水了 很大很大的水 救援队现在已经去了 但是走在半道上 桥被冲了 他过不去 希望呢 只是房子被冲走了 人还在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看 中共在天灾人祸面前 是如何飙脸的 当然这个畜生政权 从来都没有要脸过 为了安抚民众呢 中共喉舌央视刚发布了一部救灾影片 结果影片很快就被识破是造假 央视发布的影片显示 未躲避洪水 民众到楼顶等待救援 救灾人员搭乘直升机到该楼上空 并把民众一个个接到直升机内 获救的民众纷纷露出笑容 多暖心啊 结果好景不长 马上就被人们发现了违和之处 原来呢 画面不慎扫过楼下地面 暴露出地面积水非常浅的事实 有两位民众呢 站在水里 水深根本不到膝盖 这意味着呢 到楼顶上避难的民众 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 只不过是为了配合作秀影片的需要而演戏 其实呢 我跟大家说啊 不用非得看地面积水 我们就用逻辑分析 大家想想 那么多人遇险 水都12米深了 谁还能有心情举个摄像机去拍救援视频 在什么地方落脚 拍摄过程如何保障自身安全 会不会给救援带来麻烦 大家想 真正的救援前线 怎么会有人如此专业的跟拍 网友呢 纷纷对此留言说 现在已经分辨不清什么是作秀 什么是真实了 导演组的钱肯定给够了 毕竟直升机都用上了 就是导演脑子不够 这个国家太魔幻了 放过老百姓吧 除此之外呢 还要比这更不要脸的 中共媒体凤凰Times 不顾灾民苦难 竟发新闻指责卓州居民 为注意政府灾害通知消息 才会遭洪灾波及 咱们就说最坏的 假使居民们真的都没有注意到政府通知 政府是死人组成的吗 疫情核酸的时候 大喇叭在楼下天天嚎叫个没完 大白成天一窝窝的在楼下晃 怎么到了这么紧急的生死关头 就没有大喇叭了 就不能派当年看着百姓的大白 去挨家挨户叫门通知吗 看不见死了就白死了吗 他们是没见过国外 在疏散居民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吗 没吃过猪肉 没见过猪跑吗 中共的这些不要脸到家的做法呢 让你想到了什么 是不是也想到了一首歌里所唱的 一秋河就是一秋河 狗狗赢就是赢赢狗狗 三斤的草鸡 扮作打明人的公鸡 半扇门楣的勾篮表胡真情 顺便劝这位歌手兼作者 快跑吧 你写的东西让很多畜生坐不住了 要整你了 有人称赞这首歌曲 唱的是聊斋 遇的是金事 讲的是故事 画的是人心 除了这些呢 还有更不要脸的事正在发生 8月4日呢 据知情人士爆料 河北桌州本地蓝天救援队倒卖物资 在桌州泛阳路天外天酒店门口 外地救援队同蓝天救援队发生争吵 一辆本地牌照的小火车拉着救援物资 不给其他救援队分发 更是有人用喇叭直接喊出蓝天救援队倒卖物资 相关信息在本地微信朋友圈也是传的疯狂 有网友说呀 本地人的救援队都不顾本地人性命 早就一天能救多少人 还赚着代谢的钱 其他网友也纷纷说 每次天灾人祸都有政府出售倒卖物资 每发生一次天灾 中共就发一次财 现在知道为什么支国这么多天灾了 就跟当时风控上海一样倒卖物资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给大家报一个最新的料 我们一再讲 中共这个恶魔不是解决灾难的 而是制造灾难的 在中共这个魔鬼的统治下 很多事情站在人的角度 你永远也不会动 因为它是魔鬼 比如桌州被淹 淹完一次还要再来赶尽杀绝 再重演一次 因为用中共河北省委书记 倪岳峰的鬼畜说法呢 就是坚决当好首都护城河 他真是个玩意儿啊 前去桌州救援人员发视频爆料称 他们被要求撤离 并提醒志愿者不要再来 此前 中共官员称仍有34亿立方米的洪水 要过境桌州 河北重灾区 桌州灾情仍十分严重 据费点视频8月3日报道 民间救援队到达河北桌州现场 积水深度仍达七八米 最深可达十二米 现场照片中呢 洪水水面几乎与交通指示路牌起平 8月3日 大陆微博账号河北新闻哥上传一段视频 一名救援小哥录制视频对家人们称 他们刚接到通知 他们要撤离了 桌州马房村这块可能要进行第二次泄洪 提醒志愿者同行暂时别来了 有网友在推特上爆料说 桌州部分地区立即停止救援 马上要进行二次泄洪 并且志愿者还没撤离 泄洪就已经开始了 还有人见到了 不见了父母躺在木板上的小婴儿 很多人也在饿肚子 北京大爷的命是人上人的命 也就算了比普通老百姓金贵 但是没啥人 并且在更下游 有更多时间撤离的 还未建成的雄安新区 为什么不能泄洪呢 为什么要选全市人的小县城泄洪呢 千年大忌比人命还重要是吗 还有网友说 来了武警官兵 以为是抢险救灾 没想到是来维稳的 谁阻挡泄洪抓谁 另有网友透露 由于当地政府不作为 诋毁外地民间救援队 救援队缺少政府人员对接 和当地向导 以及由于和政府部门 相关人员产生矛盾 导致各地民间救援队 正在退出卓州救援 有人可能奇怪了 中共有那个时间造假视频 为啥不派兵到 洪水最大的地方去救人 中共的政府 为啥要跟分文不收 只想救人的 义务救援队过不去呢 我来告诉大家 我听到的一个消息 有朋友给北京的朋友打电话 询问情况 他的朋友说 北京四环之内没问题 之外就不行了 他朋友家的一个亲戚 被水冲走了 但是河北 这些为了保北京 而泄洪的地区 中共已经指示了 这些地区不要了 那里的人也都不要了 不救了 这就是为啥 这个邪教政权 第二次泄洪的原因 因为不要了 想起铁链女那句话了吗 这个世界不要啊 但最无耻的呢 是我的朋友 给他在国内的亲人 打电话的时候 他的亲人却说 都救出来了 是死人了 没死几个 死的都是救援队的 是被累死的 政府都说了 这就是为什么中共不许 国人在网上传播任何与洪水有关的消息 我的朋友圈 仿佛世外桃源一般 没有人知道 就在他们自己所在国家的某一个地方 就在他们身边 有那么多生命被这个中共邪教白白牺牲了 现在呢 我们的视频在YouTube上被黄标 而Facebook呢 这个叫脸说不要脸的东西 已经不允许转发任何有关此次洪水的视频 当这些大科技公司都跟着作恶时 大家想想 他们就像烂透了的垃圾 会是什么结局呢 桌州的困境呢 还未解脱 桌州人的灾难也还没有完 这堪称是由中共一手制造的另一个史诗级人道灾难 中国人一日不觉醒 灾难就一日不会远离 然而对中共来讲无非就是人口减少的快点而已嘛 他们还可以继续引进携带艾滋病的黑人啊 如果一家死一个人 可能灾后会涉及到赔偿问题 但是一家人都死了 谁还需要赔偿呢 如果都死了 他们银行里还有存款的话 这不就无人认领了吗 政府这么缺钱 岂不是天然掉馅饼了 而且这么大的水 粮食一定减产 没关系啊 因为人也少了嘛 这样粮食也许勉强会够用 到时候又可以为中共的领导人唱赞歌 又是一个神话这个魔鬼政权的好机会了 所以呢 就在卓州遍地哀嚎之际 习近平中共高层已经开启了一年一度的北戴河度假模式 据路透社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幕僚蔡奇 三日呢 在河北秦皇岛的北戴河 会见了57名技术专家 敦促他们采取更多措施 好让中国尽快在技术上自力更生 这一信号通常意味着中共高层已经在这个海滨度假胜地 展开了假期了 最后呢 我们再给大家提一个醒 8月的灾难还没完 今年第六号台风卡努正在中国浙江东部沿海 当地持续风雨天气 再加上天文大潮期 浙江石塘海域接连掀起巨浪高达20多米 另外气象预计今年8月间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中国 南北洪灾风险高 大陆中央气象台8月3日台风预警称 今年第六号台风卡努强台风级 它的中心呢 三日凌晨5时 位于浙江省玉环市东偏南方 大约39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 也就是50米每秒 上午10时 台风在玉环市东偏南方向 约370公里的阳面上 浙江东部沿海刮起了78级阵风 沿海岛屿可达10至11级 预计呢 卡努将以1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向西 偏北方向缓慢移动 将于4日上午在浙江南部近海海面转向东 偏北方向移动 趋向日本以南洋面 浙江北部沿海部分中道大雨 局部暴雨大暴雨 上海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 江苏南通道福建厦门沿海将现5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 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4.5到5.8米的巨浪 福建北部上海近岸海域将现3.5到4.4米的大浪到巨浪 江苏南部近岸海域将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 报道称 2日时卡努进入东海 有正值天文大潮期 浙江温岭市石塘海域接连掀起巨浪 最高达到了20多米 堤坝被警戒线 金指游客靠近 请大家做好新一波灾难来临的准备 希望大家都能平平安安 但是要想真的平安 首先就要三退 很多人还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三退 其实在我们还不懂事的时候 中共就骗我们在他的血旗下发毒誓 把终生献给无神论的邪教共产党 这就是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 与魔鬼撒旦签了约 很多人说我不交党费就自动退了 我到了一定年龄就自动退退退团了 其实这只是毒誓在表面形式上解除了 但不代表撒旦肯松手 共产邪领要的就是我们那个誓约 不管你当时明不明白 只要发了那个毒誓 就等于将灵魂交予了他 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将你和神隔开 即使你自己长大后有了其他的宗教信仰 也要三退 因为你不知道的是 那个毒誓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将你和神阻隔了 撒旦手握你的约 神就没办法管你 只有你亲口说出要解除与撒旦的毒誓 神才能管你 三退就是解除与撒旦的誓约 这是真正的救命良方 我们不收钱 只想救更多的人 从撒旦手中解救更多灵魂 希望更多的人能明白 快快三退吧 在危难之中大灾面前 请三退后诚心念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因为这是宇宙的正法力 宇宙的正神听到了都会来帮你 创世主珍惜每一个生命 也希望每一个生命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